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梦城要见到突出的位置 没有见到过境的位置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前两期咱们一起游走在前门 正阳门前门的来历您已经知道了吧 第二期咱们介绍了前门曾经的四门三桥五孩 今天您再随我们的镜头看看曾经的梦城 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 对面是老前门火车站 前方就是正阳门的城楼 它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南端 北面就是毛主席纪念堂 它是北京内城的正门 包括建楼和城楼 原来是由瓮城墙连为一体的 后来因为修路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前门的 瓮城墙的位置 大家看到了吗 这边是它的这个正门 是吧 这个咱们看到的 它这是建高 所以刚才我们能感受到 感受到这个瓮城墙多大 是啊 很大的 所以这里呢 当时也就是一个城池似的 小城池似的 那当初这两边有它那个闸门 那两个闸门 目前在修 其实我如果不修的话 我们会看到 在它建楼上第二道门 有它一个闸门 前面是大门 后面是闸门 为什么 就是说真正有进攻的时候 闸门一关 闸门 一关门 后边拿土一堆 完全就成为了一个墙 所以呢 人呢只能从这个两边的这个闸门 进到我们这两个城楼对宫 对宫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它就知道为什么 我们瓮城要建到突出的位置 没有建到过境的位置 对 是 这就是它当时防御的这种功能作用 现在看到的这个正阳门的城楼 这正阳门的城楼的建成呢 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怎么和吃饭加盐有关呢 来 咱听老师说说吧 现在看到这个正阳门的这个 城楼的这个 重沿啊 重沿屋顶 刚才说在建造的时候 这个 云朝的永乐皇帝 出帝啊 建的时候 宫江的建的时候 老建的啊 不合他的意 说怎么没有达到 我想他的那种 样式就有点着急 有一天这些工匠呢 也是没办法就想说 怎么能让皇帝满意呢 哎 正吃饭的时候来一个人 老这儿呢就吃吃饭就说 说你加点盐 加点盐 说加什么盐啊 这东西挺甜的了 哎 一会儿这人就走了 大家 我现在也哦 想起来了 加上这重沿 哦 后来按照这个 他说的这个思路呢 就做成了这个 大屋顶的重沿 哎 后来人说这是 陆分 物体 哎 给出主意了 当然是一种传说 传说呢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了 哎 正阳门的这个 这个重沿屋顶啊 非常壮观 非常 宏伟 成龙 这都是 一些传说和故事 留到今天 而且今天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反正我来到 前面这个位置 我看到 目前的这个 正阳门啊 还有咱们这个建築 我心里呢 传说的感觉 多不多感觉 因为这个 随着历史的规矣啊 六百年做的 目前 保留的啊 仍有明朝 痕迹的 我认为 就是现在六个 六年 还保留有六百年的这种 故宫也好 还有其他点好 我认为基本上没有 明朝 都是经常建造的 那只有这个重楼 还留有 而且这是咱们北京啊 特别 亲切 特别有感觉的东西 我们曾经 多少人 路过 前门大街 每天看到 这个长门楼子 在我们眼前 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历史的变现 做到今天了 那这种感受 是每个北京人 心目中 留存在心里 我相信是留存在 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啊 是是是 特别是现在这疫情 是吧 三年了 而且呢 经过了 最近的这个 灾情 啊 我们今天能走出来 嗯 嗯 我们能来到 前门 这个位置 来到天目光 我我心里啊 其实 很是激动 也希望呢 我们 国家呢 会重 而且呢 疫情呢 稿子结束 每一个人 都能够自由的 出入到 全国各地啊 使我们的经济 使我们的各方面 得到规復 得到发展 这就是 我们走北京的一个愿望 我也希望 咱们疫情人嘛 在以后的日子里 带着大家 多走一走 北京的一些地 中州县也好 公园也好 民善古地也好 让更多的人 感受到咱们北京文化的这种 厚 这种基点 让更多的人来到北京 是吧 感受到 我们北京人的热情 跟着我们走 走北京 看湖匈 了解更多的北京历史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太棒了 谢谢老师 谢谢 转过来 咱们来自拍一下 好 好吧 好 我们今天 这个 走访前门就要结束了 完了 廖姐 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今后一路闲行 陈姐 跟我们一起逛北京 了解历史 小刘老师 大家好 我们一起学习 谢谢 我们一行人 走访北京的前门 前门楼子 确实也是 从中我们感受到很多东西 我们也是注意学习 也是希望大家的喜欢 支持我们 我们会带大家 共同走过我们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让大家了解到北京 很多 大家想不到或看不到的 一些历史和知识 希望大家喜欢 来 谢谢 耶 小刘老师 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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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